台灣各地的農民跟小農所生產的農漁產品 因為沒有穩定的物流模式 在運輸過程中耗損的機率相當高 那為了解決這樣的窘境 農業部採取了異業合作 打造了全國農產物流網路 除了有助於品質穩定 也能降低物流成本 過往小農它只能透過一般的宅配 去運送它的一個產品 那現在透過我們的整個農業的一個 農業送的這樣的一個物流系統 也能夠讓小農到農會的整個的一個據點 能夠將他們農產品送到我們的消費者手上 透過農業送的物流新服務上路 讓小農的農漁品產地直送更加便利 農業部也積極地媒合全國各地的農漁會 那目前已經簽約的超過200家 服務据點超過1200處 未來也將導入更多的農漁會 以及線上平台 期盼讓農產品網路更加